Covic 文化 我小時候的志願不是當工官 不要誤會 我很憧憬電視上的一些偶像 一些藝人 因為我小時候覺得很喜歡演藝圈的路線 沒有說一定要大同大球 就是可能接個MV 拍個廣告 或者是接個戲劇都好 對啊,那其實在高中的時候 那我自己就有在走投套了 就是剛好一個試鏡 一個內部貨物台 一試就上了 一個禮拜下來大概三四天的Online的Live Show 我覺得好像也達到我想要當地人的目標 不確定 然後家人朋友都在看那最後 我們今天怎麼樣怎麼樣 我是覺得這種感覺還不錯啦 蠻好的 但是後來真的發現進去之後 對,裡面的潛規則很多 好,那麼Model之間 嘴巴上說我們互相團方我幫你 那其實實際上他們背景裡面 跟秀道像你這個人這樣子 在你不喜歡那樣 我的個性我不喜歡像那個 太過恭維、太過合心的話 那後來我自己做了一個多月 我就覺得我真的受不了,我想要走 為什麼會進來南東萬這一行 就是裡面的女Model跟我講說 欸,阿威,我覺得你的比Bass很好 我介紹一個工作可以聽 然後在裡面就是演戲 對啊,就是那種暗黑界的演藝圈 免事那時候好簡單喔 他就拿一張旅立表給我貼一貼貼貼 什麼時候上班 好,明天,好,明天來 玩者至少讓人家覺得說你帥帥的 然後很像是在公關店上班的人 你不能讓人家一眼看過去 你是客人還是公關,但搞不清楚 好,這樣就表示你服裝應該是沒有到位 就有時候走在調通 欸,你是不是在當公關 對,很明顯喔 一看就知道你有公關位 對啊,就是這樣子 我當交他第一名片給他 以前你挑 然後你只要服衣不合格 就是扣個看來像不合格 就是扣個100到200這件 比方說領帶沒打,扣200 然後皮帶你今天沒有戲 也是扣200 之類之類的 然後指甲沒件,對不對 就是要扣錢 那等到你這些都處理好 才正式開始算上班 對,對,對 打擊就是這個 你不能去搶主公關的客人 對啊,只要他帶進來的主客 就是聯絡方式不能去要 對啊,因為這個東西 一旦如果同意允許的話 那這個東西 這一行一定會打亂 帶坐進來都被同事們搶走 那誰願意帶坐 對,對,對 我就等你們帶坐 我去搶你們的客人就好了 我自己幹嘛外面開發那麼辛苦 你也不能去挑課 不要,那客人看起來很討厭 很難聊 我不要去做他的座 當然不行 因為我們幹部會在後面推他 你一定要去 對啊,因為這個東西 是你必須要學的東西 我們會跟他一個觀念教育 如果你直接抓 年紀跟你相當的 那你的Range只在這裡 你只能賺到這樣的錢 但是如果說你有辦法應付 那些年紀比你更長一些的 那你是不是連這一款 也可以賺得到 我自己喔 我自己固定課 我自己 我不會做一個coco的動作 大部分都是他們自己想來喝 自己就過來 因為我有講 我現在不接戀愛課 所以我現在大部分都是以朋友課 因為他自己想喝酒的時候 像找你聊天的時候 他說自然就會來了 對啊 最好的時候也是很煩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客人多嘛 你客人多你會覺得很防忙 對啊,你會忙的 就是連自己的一些事的時間都沒有 那其實客人的模式都是一樣的 那時候你出來看電影 你出來吃飯 真的一場電影 你可以看三次、十次 因為那時候都在調通嘛 沒有特別講說哪一條哪一條 人家就知道 調通網子 調通網子 調通就兩個網子 那到底哪一個是館站 我不知道啊 這名字被他弄壞掉 就給他用 以前東區有做一間 四台的南公關店 七年前的事情 叫大家會館 對,那時候 如果採用酒店的就是 就是 南公關算錢 一個鐘頭就是兩千塊 可能吃不下 後來那間店 辦的就很好